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美的猫泡的鸡腿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不按套路出牌的童话故事 灰姑娘与白雪公主 话说如今王子拿着水晶鞋全程搜索自己的欣赏人 谁能穿上谁就能拥有帅气多金的安娜达 可惜王子健忘比较严重 不然也不会靠鞋子找媳妇了 此时一只白嫩纤细的小脚 优雅的穿进了水晶鞋里 大小刚刚好 怎料人乃继母 王子于世为邓石无语 这不符合规定啊 说好的美人儿呢 奈何继母暗自狂喜 啊王子老公铁树开花了呢 无奈之下 世卫只能嘴顿召唤灰姑娘 结果人一上来张嘴便是 妈妈你的决绝多大 啊好女儿不大不想三班呢 哦我的上帝你就是天选之女 严丑话题越来越歪 王子按捺不住直接决定投票选择 然而 完蛋媳妇不上道怎么破 再劲等挺急的 王子彻底崩溃 世卫愁的头发都白了 不断强调援助剧情 可灰姑娘充耳不闻 不仅把另一只水晶鞋双手奉上 且还细心嘱咐别摔碎 不然妈妈豪门梦碎 顿时王子私如泉涌 拎着锤子交给世卫自由发挥 只见她大手一挥 水晶鞋应声起飞 随后眼急手快就要对另一只鞋子下手 哪知却被灰姑娘脚上 不灵不灵的银色靴子吸引了目光 如此前卫大胆的设计 简直闻所未闻 灰姑娘自己也羞涩表示 哎呀人家还是喜欢这双弦了 羞羞脸 紧接着镜头一转 来到了白雪公主这边 恶毒王后此刻正手拿毒苹果 寻寻善忧 无奈公主不爱吃苹果 又是一个颇有主见的公主 王后跟王子同款脑壳疼 哪曾想公主当场化身吐槽达人 哟哟 白痴才会吃奇怪的人给的东西 酱质不合理 剧情有问题 没等公主说完王子强行上线 表示正常人实惠跟猛兽唱歌 你怕不是个bug吧 旁边的小矮人们也问声劝解 公主啊你从了吧 反正有永久复活卡 此话一出公主郁闷 咋爹 我活该死呗 可老僵这也不是办法 剧情总得往下走 小机灵公主寻思片刻 表示 超斤 王子略带错愕 努力胸有成竹的解释 童话里每个王子都很安全 是吗 你在拒绝我 别无他法 王后只能转身递给王子读苹果 在公主强烈示意下 绝望的高富帅悲催任命 林了拉企图挣扎一波 恳求换个阳刚点的床单 但公主不在乎 一句晚安送给你 影片到此结束 没错 这又是一部泰国广告 你们感心 反正我看的津津有味 天生商业鬼才啊 而且人家卖的还是香水 就问你们服不服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 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